就不怕 因为关于摆设这把也是奔着去支援 并没有跟曹操发生过多的冲突 然后你会发现他在边线上就完全没有了优势 两条边线一直都裂 然后弗然第二阶的视野就全部被压缩在了中路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战术执行上 第一对方在没有大桥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这个多打少的层面不会太吃亏了 对 那其实还有这种体系型的英雄像孙敏了 孙敏配戈亚也是特别强烈的一套 对 也是之前斗鱼XHW他们运用的一个挑战者祝福的体系 对 是在第二局比赛用这套阵容战胜了北京微博 还有就是裴新虎这个英雄 会不会放上班尾 好 进入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 蓝色方式 佛然第二季红色方式 BOA挑战者祝福已经没有了 接下来双方的主教练 要结合目前的情况 看怎么去做选择 卢文娜是用过了之后先把它送上班位 那么小金刚的话 不出意外大桥应该是要搬了 对 自己用大桥已经赢了 哦 还在犹豫啊 搬了 不出意外大桥 大桥的话让老父子就可以不用管了 那两套体系已经没了 你看卢文娜第二季后续的选择 把自己刚才用过的赵怀珍送上了班位 嗯 赵怀珍也是浩然在整个夏季赛的K甲当中啊使用次数第二多的打野 哦 裴新虎怕你蓝色方一选 那蓬蓬可是知名虎王啊 其实在裴新虎之前不怎么上场的时候蓬蓬就玩 对 现在老虎就更强了 哎 另外一套体系来了 孙斌 那戈亚对于BOA来讲要考虑是不是要拆 包括打野的夏侯敦啊 凯啊 这些强度比较高的英雄 你拆不完啊 对 你拆不完 他选择了去克制 用一星来打孙斌 因为他拿凯的话就是你选戈亚 那我有这样的前排可以限制你核心的输出 对 其实在夏季赛的KPL里面 用凯的 然后还有就是用项羽 对吧 来打戈亚会比较好打 但是是边路项羽 有闪现的项羽 甚至凯关嘛 对对对 关凯羽 关羽团战能限制戈亚 是的 戈亚孙斌加七小满 反而态加吉还是拿了 顺便加上戈亚 嗯 那就看边路你这个关羽不敢出来啊 对面是鸡小满 除非你真的完全不跟他对线 亚联 这是小猪在 K甲总决赛联决对决用的英雄 是的 就是帮助BOA 获得K甲总冠军对抗路 看看这局小猪 是用K甲的终结亚连还是闪现亚连 其实理论上凯和亚连都挺怕对面孙斌 这种拉扯型的阵容的 是的不好打你追不上 如果孙斌留好二就行了 但是他有个异星就看异星大招 如果能中那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是的 后续的进入池是把王周军以及蔡文基送了上去 那这个版本应该还有个孙让香太乙真人这个强势的组合 对因为右边他这个射手位置在对线上不能太吃亏 那就处理孙让香呗 或者你就用一个长手加罗 一位是扳掉了王周军加上甘江墨炎 就你要打戈亚的话 你已经没有了鲁班纳师 你不好配黄忠 孙让香也给你送上班位了 那就加罗蒙亚其实都还行 但是选蒙亚的话就得打快一点 我们倒是也看过黄忠架炮单吃技巧满的 对对见过也不是没见过 主要他架大之后的那个双抗加成尤其是八级的黄忠 是的 白起 还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开团 这样沈墨西提供前置的消耗 这样整个阵容其实是有了相对稳定的先手和坦度 对这套阵容第二季选呢还是相扎实的 而且沈墨西很好炸黄忠 黄忠只要加大他必吃沈墨西的打招吗 对有所谓张飞 counter一下沈墨西 很好的能够保证黄忠的输出环境 如果一星先手真的这把全看一星先手 一星只要开的好其他人很好接 张飞吼大也不会把人吼出去嘛 对的你知道阵容的张飞 你如果跟一星配合不好的话就会出现非常 就一星大招放的一瞬间还没生成那个万变之举 你一个大招把人推走了 就很尴尬了 是的 在混战第二季的阵容选得很好 就看他们能不能执行的出来 这套阵容的就是白起的嘲讽 跟孙并的二技能的提速可以打出鬼骨子的效果 这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就看就KPL赛场上就比较盛行的组合 这也是边路白起嘛 这也是BWA待会这把队局当中要小心的一种战术吧 嗯 白起 蓬蓬在夏季赛也用过三次 赢了两次 我记得有一局他是快乐的白起 对 在对面的野区刷影 刷双影 杀神嘛 那一局比赛是杀神蓬蓬 蓬蓬那一局比赛的语音里面出来的最多的语音就是 好 好 真的好 看看这一局比他的白起能不能快乐起来 主要是那一局是对面入境他的野区他反打成功了 对 然后一整局比赛就起飞了 也和白起 是的 这一盘的话对于BWA来讲想要进到白起的野区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开局最好稳一点 对 在中线的争夺上还是也是佛战第二季要更好一点 其实他等凯浩然这个凯到四级之后你去进野区 他的风险性就会很低 因为凯只要有大招那个阶段没有人能把它给直接秒掉的 你现在来看BWA的这个阵容的话 他一个是凯 等凯起来 等凯有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双城要利用好 还有一个就是他下路的黄中的这个对线优势要利用好 是的 他上路暂时是不好打的 季晓满跟亚连在四级前 季晓满还是比较好捶他的 对 而且季晓满在遇到亚连的时候 亚连你只要放一技能 我就跳你屁股后头打你 主要还是因为季敏加什么东西 他这个中性抢到抢得快 他转线也快 对 你编路的话想要去跟佛山DRG对拼 你就得看好佛山DRG的中路转 转上还是转下 然后在阵容的这个效率上 包括这个笨重程度上 确实是DRG要比BOA灵活多了 BOA这套阵容凯 张飞全都是比较笨重的营 他们是一个阵地战 是的 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BO3的第二局的比赛 蓝色方式 佛山DRG投色方式BOA 目前BOA1比0手握赛点 我是本场解说评测 我是本场解说潇洒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现场观众 无才天赋 莫大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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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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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是直接做出了换线的行为 对 他们把戈亚放中 对 要不然的话戈亚在线上对线 即便是带着狂暴都不好打黄中 黄中可以提前用兵线来叠自己的被动 但是他这波换完线之后 还是没有能够保住自家的三熊啊 大熊被逞了 对 大的山豪 孟希 张飞嘛 对面带逞击的游走 基本上你一上来小野多少都会丢一个 对 没办法 你不丢自家小野你也要丢核道之灵什么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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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来了 我都会丢核道之灵浪费了很多时间 所以他这个野区就被凯进了 对 刚好好然是留了个成绩 这个成绩给的恰到好处啊 对 这样一来他们进野区的时间就提前了 在白起现在三级半 这是两分钟了打野还没到四啊 其实就算到四了他对于凯也没威胁 凯就是开着大招进去抢你的buff就好了 对 下路 孟兰 在面对到已经到四级的黄中 这个戈亚也不好发挥 而且旁边还有个张飞在 上路 这脚没踢到 小猪这局比赛是个闪现压连 好去追戈亚 对 下一波蓝buff野区肯定是BOA要打的 接下来要看的是红尔的压剑能不能守住这 即将刷新的蓝buff了 因为凯那边如果打红打完的话应该是有时间差 白起又在中路露头了 这个BOA是知道的 哦小猪这里残了 这波小猪拼得太久了 那看那边的话浩然刻意在流程啊 他想让队友拖住然后过来 看能不能抢到这个蓝buff 来不及了 是的 这波也不好进了 因为上路小猪的压连已经回家了 是 少一个人 再加上如果要是强劲的话 百兽的技巧满一个包后是一个都走不了 主要还是少人了 嗯 一星就没有开大 对 这波浩然过来 直接越到了一塔的后方 主动动手把人给逼走 扛着黑鲨爆弹 让黄中过来把兵线给带进去 磨一下防御塔的状态 上路一星也跟了过来 外面之局上去 这波亚连可以把伤害打满 百兽这一波直接选择回头反打 但伤害不够 逼出了小伟一星的闪现之后 百兽交出一血 被小伟拿到 嗯 白旗赶过去其实也留不住人了 对 只能帮忙协防一下上路的一塔 而且马上要四分钟了 这样凯在下半区 看他们是不是要动这条龙 因为张飞也有逞嘛 所以这条暴君是挺稳的 第二季在这局比赛 我们一开始分析的时候 是BOA的阵容比较笨重 但是在刚刚的那一波节奏 是浩然在下路打节奏 小伟在上路打节奏 上下两路全是BOA在开 是 因为他们 其实BOA这里的帅效率 一直都会比逢人第二季要高 这个就是他们打一直在先动 而且刚才小伟是放线的 对 他是放线在上路 帮忙抓了一波 刚刚在小胖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 这个版本看不到中单了 是的 你要想抓人你就得放线了 对 第一条暴君也是被BOA给拿到了 那这样一来 BOA可以 利用一星这个点 在野区搞事情 只要有大招的话 然后野区又有资源 只要缝人第二季 降手就能打起来 这个蓝buff是被孟兰拿了 不知道是刻意让还是不小心 换线了 换线了 上路小猪一个人 在面对到佛战第二季三个人的情况下 要在塔下抢手 对吧 兵线给清掉之后自己状态残了 二技能 退了回去 那下路黄中就没人管了 对 小猪一个人在上路 守三个把兵线给清了 黄中在下路 小童 推掉了佛战第二季的下一塔 现在感觉佛战第二季这里 有点缺伤害 对 就凯跟张飞顶在前面的情况下 他们这一套配合 以及摆起现在的控制时间 好像不足以能够秒掉 就是他们在选择 沈梦希之前 是考虑着把孙上香这个点给他搬掉 但是张飞放了出来 而在这道阵容的时候 中期又特别依赖沈梦希的伤害 可是因为有张飞的存在 是沈梦希打不出效果来 对 又是优势的张飞 沈梦希的消耗就大打折扣了 对 这个野区就不好守了 如果亚连过来之后打一套 但是异星的外面这局 匡荡了两个人 可是DRT的其他人都在这里 奇小满跟过来之后 打一波爆发 直接把小伟的异星给带走 因为BOA一边在如今野区 另外一边中路也打起来了 就两头有点顾不着了 然后DRT是放弃了野区 直接去中路大家 那总不能都丢嘛 对 总得顾一头 因为你毕竟是烈士 是 想坚固还是挺难的 BOA这一波 其实没有必要去强打这一波 因为异星外面这局 矿竹之后小猪就可以往回退了 他其实 队友跟不上伤害 因为你 这个外面之局 矿人矿在了塔下 对 他不像刚刚上路那一波 是矿在了塔前 这个龙 浩然开大 上去龙最终是被冯冯给拿到了 正面想强打 可是凯有点扛不住了 摆起一个傲慢嘲讽 收下了凯的人头 孟兰顺势直接传下路发育 推塔了 对 这么龙的话 因为张飞没大BOA 还想要去抢 就出问题了 而且凯刚才是直接是蓝腰截断 想要切断防战带的阵型 嗯 但是太难了 他在开大之前就已经半血了 是的 又被季小满抓回来 对 打了波爆发 结果是双方进行一个鞭塔的互换 现在经济上差不多 略微的领先 现在第二季 要开始尝试利用阿改的孙并 打拉扯 现在的孟兰已经两件套了 他出的是暗影战斧 加上无尽战刃 那现阶段的打架能力也会变强 对 等蓬蓬这个白起到达12级的时候 三级大 对 有三级大招 再配合现在 他这些加额外生命值的装备 他的控制时间就会变得很长 对 他在面对到BOA的这种 有恢复的英雄的时候 因为这个版本 是同步的10月12号的版本 他的红脸斗篷是一秒触发一次 所以这个重伤效果可以持续的存在 不像刚刚更新的版本3秒触发一次 所以这一场比赛 我们看10个人身上有三件红脸斗篷 都是有重伤效果 削弱对面的回复 35%的重伤效果 这条小暴军 两边都还想争一下 嗯 白起 嘲讽 拉过来 拉过去之后 正面强打 这条龙最终是被黄中给拿到了 凯海这波 被打了一波状态 神木齐这颗雷怎么说 神木齐交了个救赎 给了个护盾 对 抵消了神木齐的招 张飞也处于一个很残 旁边 小猪 切到了 动手了 起杀星了 一技能全部打满 大招再上去 一条落地 先带走了戈亚 但是把白起二技能 拉到了两个人 有点缺伤害 小伟他有被动 他没倒 主要是核心输出 戈亚先倒了 就没有人跟持续伤害了 而百兽第一时间又不在 是的 东西 吉草 百兽刚刚去找小猪的 没找到 小猪是在很稳妥的在塔下 塔后方回城 嗯 百兽已经把这边的草丛找了一个边 清风也已经做出了回响 回响加面具两件套了 现阶段 BOA这里其实所有人 都没有起大的魔抗装备 都是抵抗之靴提供的魔抗 神木齐还是处于一个强势的阶段 但前提是不能炸到神木齐的盾上 不能炸到张飞的盾上 对吧 对对张飞的盾上 和这个竞术之翼 就是之翼很难控吧 但是张飞跳盾 是可以找他的真空气的 对 外面之决 哎 哥亚 哥亚这波二技能放反了 这波失误很致命 哇 失误很大 这波亚连一技能直接打上去 凯再接一个普攻 下路装作全倒 这是十分钟的关键团啊 这波团比尾打赢了之后 还能顺势推中拿龙 哇 这波 其实是能出圈的 我感觉也是放反的 因为外面之决 马上要形成的时候 他二技能冲进去了 哎 潮到了 但是伤害够不够 给一个雷 原地加炮 就硬打 那白起要倒了 再轰一炮 两炮 最后一炮 二技能翻滚出了范围 那么吉小满过来一一砸一下 再加个护盾 伤害够不够够了 但是自己也倒 这波为了击杀黄忠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哇 这 就是大节奏了呀 是的 十分钟 本来在这波暗影暴君处 两边是要拉扯的 BLA这里比较依赖于一星的大招 去把这个团阵给开起来 而伏仁地下界要想办法 用孙并的二技能去化解 但刚才那波直接中了 而且中的是核心位 对 戈亚 莫兰还是要小心一点 这个蓝buff 现在黄忠也差不多要有破晓了 对 8000块了 破晓一出 红红有点扛不住了 开打过来 一炮两炮 还好孙命 这波又是关门之局矿的 但是太厚了 没人可以跟进 而且这波是没有兵线的 白起的奥迈操控没有操控到人 是的 这波挺危险的 黄忠的伤害实属高啊 对 还好阿改有二技能 这个张飞已经做出了三盾 他的目光斗篷也已经出来了 三盾装 自己的二技能一个盾 目光斗篷一个盾 加上还有一个救赎 下路一对一 对抗路互打 现在七小满遇到亚连是打不过的 只能跑 这波过来 加沉默加嘲讽 两套空置 张飞有大招 直接轰住 晕完之后 黄忠远距离极限距离 加炮 再轰一下 先带走蓬蓬 看这波梦西的张飞也倒了 亚连有大招 直接往回撤 这波凯开起大招 但是百兽进去之后 直接吃了凯的二技能 这波黄忠 黄忠贴脸输出了 是的 小童二连击破 这波团战是佛然迪发起的一波进攻 但是先打到的是对面的前排 他其实第一时间碰不到对面的核心位 这个局面对于BOA来讲 他其实稳扎稳打 只要人齐 他的团战是不怕的 先要避免的是那种 一少打多的团战 而佛然第二季就要找这种机会 因为他们有孙并 他们可以在对面 有人露头带线的情况下 冲一搏 但他们现在必须要让百兽孟兰 清风三个人 把伤害全部打到小童一个人的身上 才能够把小童给带走 要不然是真不够 要不然秒不掉 外面之局 傲慢嘲讽当位移用 出圈 那这个蓝buff就要被小童的黄忠给反掉了 这炸一下完全被盾给抵消了 盾太多了 蒙希这局比赛都不用出什么赚金装 他就保持自己这个二技能有盾的效果 我就是来counter清风的沈凤希 因为远程能碰到黄忠的就是沈凤希 嗯 当沈凤希不能够下到黄忠血量的时候 这波来了 闪现躲掉了傲慢嘲讽 再往前 继续轰 再来一下普攻 普通形态 一炮带走了蓬蓬 压连进去之后 还在最后一下一级都没有能够打到孟兰 他自己这个位置比较尴尬 但是往回退了一手 队友把上头的高地给推掉 这波龙斌还有状态 而孙明被黄忠给带走 这波急速满进去之后想要切人 有点难切 还伤害够不够 最终被黄忠带走 拿到二连激活哥亚这个位置 伤害一直打到前半的身上 这波对点再来再来 还有最后一炮 伤害不够 但是一心跟了个一进度的飞空带走 张飞这个二子的杂铁在这边 哥亚给风筝了 孟兰 这波极限输出 剩下最后一个 他最终守了下来 差一点啊 这波孟兰把输出拉满的同时 保证自己存活了下来 是的 冯战DRG的双C在队友相继倒下的情况之下 清风打了弹尽两绝 孟兰也已经把自己的所有技能都放完了 最终守了下来 是的 如果这波孟兰倒的话 就被一波了 是的 小童最后一下普攻没有A出来 如果A出来的话 那就是双射手全倒 但是孟兰刚才跟黄忠队点的时候 他卡了一个极限距离 而且当时他有一个大招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看这波 是前面BOA打得挺好的 打到这儿 百兽尽力了 把对面的血量压下去之后 这波 黄忠拿小兵吸了蛮多的状态 是的 这条暗影暴君是被缝燃DG 因为刚才的团战打赢了 所以拿下来了 对 黄忠拿到了 就刚才 孟兰是卡了一个戈亚极限的输出距离 去打黄忠 因为戈亚那个强化普攻的距离 是特别远的 如果他真的贴着比较近的情况下 跟黄忠对点还真不一定点得过 这波来了 又是沉默加傲慢嘲讽 双控的技能 这波奇小兵 听一下再来一脚 配合戈亚的伤害 直接带走了BOA的中野射 但是这波小猪进场是收掉了孟兰的戈亚 是的 没有了戈亚就没有伤害了 这波佛人DG的配合相当的好 让沈梦西的这个AOE伤害也打满了 包括百兽这波切入非常的漂亮 伤害打满 他闪现进去之后直接踢到了关键人物 对顶着一塔打的 这是利用了刚才拿的暗影暴君的buff 有了一定的伤害加成 又打了一波出其不易 是 在BOA想要避战的时候 他们主动跃他 从而在你做线的时候 我过来找你去打突袭 打个打扫 怕就怕的是一心去留大的时候 里边不管是谁被留了 只要黄中远处架个大招 你都没办法救 现在亚联如果想处理下线 那这一波正面可能就会被开 所以BOA要打好协调性 当亚联在下路露线的时候 一定不要有人在河道去强势 不复 双前排护顶 其实DRG这局比赛 频繁的给我们看到 诶 等一下这个位置 孟兰被逮到了 又是小猪 大招落地 这波借了个强底 白琪给个嘲讽 嘲讽一下 救一下孟兰 孟兰想回头反打 这位置没有什么状态啊 这波很极限啊 对 蓬木救的好啊 这波小猪是 交掉了闪现 但没能切掉孟兰的亚联 而孟兰这里的复活甲 也没有用掉 对 但是这个暗影主宰的视野 完全被BOA掌控 那龙可以打掉了 对 一心给个大还稳妥 很稳啊 对 拦截一下 现在这个局面 其实逢人DRG在打团的时候 是有一定压力了 就是这个黄中要在第一时间 被他们去威胁到 不能让黄中把伤害拉满 这波是下路的龙兵 BOA想要推下路的高地 因为上路的高地已经推掉了 即便是如果这个塔能够推掉的话 风暴龙王刷哪边都一样 先潮了 是的 旁边季晓满找到了一星一星 你闪现是不是就反了呀 被动已经被打出来了 什么东西带来一颗雷 直接先带走了小伟 而这波亚联过去去追这个 季晓满季晓满 闪现拉扯了出去 那这样黄中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的 BOA这波进攻 没有办法进行了 对 柏兽在侧边找了个机会 被撤了 因为白起的下一个大招 说不定就要好了 对 这波还要强打吗 直接回头反打 白起一个场合 吵到了黄中 把他黑杀爆弹里 有点拷不住了 被他说复活 大家站起来之后还要反点 原地加炮 季晓满来了 二阶队进去踢一脚 而这波亚联复活也被打出来 白昼看找不到机会 选择了后退 但是否则第二季 虽然团队来的 但三线兵线都不好 BOA趁着第二季李兵线 想要把暗影暴君 在十九分半之前给拿掉 对 但是好像有羁绊 有羁绊 最后的五秒钟能不能打掉 最后四千血 拿掉了 就卡在最后的两秒的时间 十九分二十八秒拿掉 嗯 这样一来的话 他们在打二十分钟 这个风暴龙王团还是有帮助的 是的 刚才那波团也是缝战第二季 规划好的 一波 比较完美的化解了下落高地的威胁的团战 嗯 就与其 防守不如进攻啊 对 他们是主动在BOA还没有准备好 要打高地的时候 他先朝对面的前排凯 把凯的状态啊 技能啊全部逼出来 然后旁边 其实百兽一个人找到了一星一星 当时啊 反向闪现了 嗯 就导致自己跑不掉 然后灰月醒了之后 被一颗雷刚好迎头炸过来 是的 但刚刚那波团BOA小猪和小童的复活甲用掉了一次 到决胜团 嗯 但是因为BOA前面推了上路的高地 所以他们上路兵线一直是优势 对 这波百兽在上路漏陷了 那BOA要动龙 百兽要赶过来 这龙打得有点慢 真的在蹲人 直接动手了 外面这局能控到吗 孙命 还伤害够不够 张飞直接喷大招 喷到了戈亚 后续凯直接往前挤 但白旗有点打不动 看季晓满 那季晓满这波进去之后 又打出了一个灰月 再来一个一技能二技能的组合角 带走了一星 但是这枚直接往前强冲 最终把孟兰的戈亚给冲死了 那这样季晓满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去切黄中了 是的 他只能拦截兵线 但兵线也没有那么好轻 但是小竹的亚连去转中线去了 这波有没有操作空间 白兽在拉扯 白兽的技能已经全部点完了 那BOA稳妥起见还是拿龙 对 因为他们现在手上的技能也不全 又被拉扯了一波 耽误了些时间 继续版还是太灵活了 是的 没有羁绊之后打的就很快了 对 刚那波是因为身上有着 暗影暴君 对 对 最后一个暴君的buff在 刚才那波团还是因为异星啊 异星他这个大招只要留住一个人 你会发现佛然地下界就得有人往前冲 把他顶伤害 但是黄中那个大招的范围 他无视你往前冲的人 也能打到被框住的那个脆皮 是的 现在有了风暴龙王buff的加成之后 BLA打团会更加轻松一些 这个盾 让沈梦西看了只摇头 就 原本就已经有很多的盾了 对 还来个盾 盾上加盾 这清风根本都不想扔大招 扔的都是白扔 对 先追究一技能把盾给打一打 而且还有风暴龙王的垫在 中路的高地已经先拔掉了 下路的高地也岌岌可危 冲暴龙王的buff还有20多秒 下路还有一波龙兵 中路还有一波龙兵进去 那感觉 这波直冲上去一刀砍上了高地 这波白起过来 潮风没有能够潮到呢 自己有点难走了 对吧 被黄仲给点死 还在正面 张飞一个喷直接喷到了 什么期待的龙兵已经进去了 所以这些计划 点水机 龙兵起不掉 破掉了 让我们恭喜BOA2比0挑战成功 今天第二支挑战成功的战队 BOA黑甲的星科冠军 他们目前已经获得了2024年 可以比较春季代的临时席位 他们在遇到了夏季赛S组的火山第二季的时候 他们两局比赛2比0干净利落 今天的挑战者们都非常的棒 是的 前有主播联赛的XHW 后有K甲的冠军 都是冠军 这两个一个是主播联赛的冠军 一个是K甲的冠军 两个冠军都打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 这场比赛往小了看 是两支队伍之间的胜利 往大了看 是在我们过往的两届挑战者杯的沉淀之下 在第三届挑战者杯 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些上山人 他们不断地去尝试不断地去挑战 他们抛开一切 就像我们说的一样 我们在这个赛季 我们在挑战者杯是放在海都 而海都他崇尚的就是挑战去冲击 因为我们在海都见到太多的英雄了 比如说像狂铁他不断地在 他有一句台词叫什么来着 是不断挑战风作的傻子嘛 对对对 他是不断地在挑战 包括莱西奥 他的人物设定也是在海都 他是不断地追寻这前一代的火星船长 是的 他在不断地去突破自我 去超越前辈 而在今天的比赛 我真的 在今天的所有的预测里面 我看了一下 大部分的人都是看好的KPL的队伍 对 看好的是突然压迹 但是 对 今天的比赛最终的结果出现之后 我们有想过可能会输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的 这KPL的队伍会0比2输 就直接被零封了 对 而且 其实今天的越级挑战的队伍 他们的整体 团队性打得都非常好 并不是说通过选手的这种 个人能力去打开 更多的是在团战上和 KPL的正面较量 来看一下这局比赛的 赛后的数据和出装 BOA在第一局比赛 他们通过团队的祝福拿下来一局 在第二局比赛 在互相拿到常规阵容的时候 搏了出来 对 他们这个阵容拿的就是一个 扎实的阵地战的阵容 而FWG他其实拿了一套拉扯型的阵容 只要能打好也是能应对的 但问题每一波都被BOA给开到 留住了 是的 所以导致了你感觉每一波团战 FWG只能被打退 那么在今天的比赛 这一场比赛打完之后 我们稍后会有第二轮的瑞士轮的抽签 所有一胜零负 和所有零胜一负的队伍 会进行抽签 那BOA也是顺利的进入到了一胜的 这个组里边 对 目前一胜的队伍有广州TTG 并且长沙涛博 缅余 成都一期商务会 勤酒斗鱼 XHW以及重庆狼队 这样八支队伍 他们会进行组内的抽签决定 他们瑞士轮第二轮的队伍 本局MVP给到的是小伟 关键开团 这个异星在中期的好几波团战啊 都给弘然第二季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 因为这种一出来我们就讲了嘛 因为这把张飞不可能说去很好的开先手 只能靠这个异星开完先手之后 其他人就很好跟 但是他真的好开嘛 这一局比赛 我们看到KPL 就是非常多无数的异星去打尊病 但是不是说每一个异星都可以限制尊病 而且他这一局比赛 他面临到的还是一个可以反开他的白起 他的站位需要非常注意 但是他总是能够抓住机会 总是能够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他的每一波团战都能够精准地开到他想开到的人 而且这一波团是十分钟开到了核心位戈亚 对 看这一波也是 他只要能留住一个 你看黄中输出是无压力的 对 他基本上就是把人框在了黄中的大招里 让黄中伤害拉满 黄七炮七炮全部轰到想要轰到的人 然后这一波是往前抢 阴差阳错 他的强化普通刚好过墙 白起想朝他 结果自己出去了 对 但是这波第二季没有管上线 第二季这波在下路想要守住下路的高地 上路的龙兵就这么让他直勾勾地进来了 那是因为佛尔第二季他知道如果龙兵全部进来的时候 他们不好去评判交际能打人还是打兵 所以他想在兵线进来之前 先打一波对面的状态看能不能先把这波团战开起来 对 但结果呢并没有开得很好 是 而那个凯抽上去之后 你会发现那个白起士抽去了 但是白起士后没有人了 回不来了 因为凯刚好隔断了你所有的输出 对 凯就一个强化普攻可以当位移用 但是他这个位移 刚好过去 就刚好过去 还把三四个人都给拦走了 还躲掉了白起大招 因为白起前面几波都是朝他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开启大招 导致了被打残 打退 但是他刚刚弄巧成说进去了之后 他没有吃到控制 一瞬间开启大招 哥亚又第一时间打不死他 嗯 所以在 其实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情况是 对于KPL赛区来说是不容乐观的 是的 我们需要他们继续去加油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上一局比赛 BOA的赛中云 来 兄弟被吵了被吵了 接我一下 他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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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接接接接接 交马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 他没闪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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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没事没事没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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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转转转 送送这个人送 送了送了送了 两个伞 拉拉拉 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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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了喷了喷了兄弟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这下面 别急别急 拉回来不 交马来了 交马来了 好不不不 往前打 往前打 来后面有个交马 后面有线 没事没事往前打 往前打 接打 接打 特别特别的好啊 这个语音可以看到 对于小童这个点的保护 小童对于队友的求助 之前我们KPL其实也有很多嘛 但是在这局比赛的话 其实他和孟兰两个人 都是队伍的绝对核心 是的 黄中是不能倒的 戈亚是不能倒的 是的 是的 看到了BOA的整体 还是执行得非常到位 对 因为他们团战只要第一时间 开到了之后 就会变得会很好打 因为他们的射手黄中的输出射权 只要开大了之后是戈亚 比不了的 所以在 接下来就比较期待的是抽签了 嗯 在抽签之前我们还有个采访 是的 那么我们先给大家理一理吧 现在1比0的队友有哪些 1比0的队友 刚才有聊的嘛 有广州TTG 第一天的嘛 还有第二场的长安涛博 啊 以及来自K甲的喵鱼 来自KPL的成都一级商会 以及来自全国大赛的冠军秦九 嗯 包括来自斗鱼主播联赛冠军的 斗鱼XHW 还有今天刚刚获胜的重庆狼队 以及K甲的星科冠军BOA 这里边好多冠军 对 就是说 在夏季赛夺冠的都是1比0 是 都赢了 对 所以我们在下人的抽签 能够看到各个冠军在一起抽签 嗯 很有意思 所以各位乐子人们有的看了 我们还是要先听一听 殷凯给我们带来的采访